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令 这一支也是观众应那个推荐的 英雄329啊也是一样我很喜欢的包装 当作换的纸盒那就更完美了 塑料因为现在都说那个吸管的走速 就走速嘛减少使用塑料啊那用纸呗 但这种纸维度问题就是说它不太好回收了 好的扯的有点远 我们回来讲讲钢笔啊 这个笔怎么拆的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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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好那一个先把它拿下来一下 那塑料袋我先放一边 整支笔感觉也是偏轻的一支笔 那这个应该这个笔的话反正这种就是说 年纪大了 然后没那么像新的那种那么锐利的一个边 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觉得也是一样啊 还是这两支吧那个对比一下好 OK那一样本身 可能中古时期的国产比的话就是人的体型都比较瘦嘛 那就是跟现代人比较胖不太一样 那就说说大部分笔的设计都比较细 那跟人的身形的能会比较配合一点 呃到是他的镀金键的话 这些保存的还是挺不错 你看非常闪亮以及非你看这边非常闪亮啊 虽然说设计来讲设计美感每一个年代或者每一年都不一样 那这个我们不去多讲这个东西 然后翻来这个行吧 反正就是我呃 反正他这里写个戏 那这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弄掉 有了这个感觉好像呃 好小好那个什么学生学生笔的那种感觉了 是顺便顺便怎么说 瞬间那个稍微那个档次感就没了一点 就太多的这种标注了啊 就是感觉什么都没有那那个感觉东西才出来才高级嘛 对吧 好那大概比就大小他大概就像这样子 到时候比夹那比夹这个非常的软 不像平常现在现场比大部分都是那个比夹真的是比较硬 而且拔不起来 那这个可能会好那么一点点 那我觉得最最亮眼就是他这两个镀金键 就是说那个做的真的真真挺不错的 而且这种反下去的这种 这种笔尾真的是比较少见 那因为现在很多都是鱼类型这样出来吗 像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有点小看头这个细节 那像这些的话一些车工上面的一个不是很齐 那这个我觉得就也行吧 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可以接受嘛 毕竟笔是笔嘛 对吧有点这些痕迹才像用过嘛 如果太新的那个就是艺术品嘛 也不能叫钢笔嘛 对吧 好那大概先这样子 那笔尖来讲其实英雄有很多款的 这种按间笔 其实到现在个人来讲不是特别会分 就是不同的一个呃 按间笔或者它的型号 其实个人 因为我我很少玩国产笔 但国产笔的质量其实真的挺不错的 但是呃我比较偏向他的就是一个中古时期 就七几年了或者是说早一点或者后面一点 因为像九几后面那个笔感觉就是那个品质上面来讲好像没有这些笔的笔尖 质量来的那么好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呃 但是他这些当时的工加工问题嘛 那这些质量肯定没有现在的好 这个我觉得是肯定的 但笔尖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抽象了 不好去讲 那像这种那么细细比方 其实这个部分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现在都是偏粗那像这种细细的就是人眼前一亮就这样子一直比一个细细的边啊 这种也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像威迪文这种你看都是粗一点点的 那我觉得这种细细的有所以看一看也是怎么讲有点那个视觉冲击感 呃 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笔感吗 应该是用那个车销 然后慢慢的就一个圆柄这样慢慢给它压出来吧 我觉得应该是跟那个厨具用的工艺应该是一样的 笔的话反正本身也是很轻 那各相比唯独我不喜欢就是它的这个锡膜器 这个真的不是很好用 我还是喜欢那种就是旋转锡膜式 锡膜式的那个我个人会喜欢一点 然后这个的话它是一个雅面的 不知道是不是用了那个铝合金 因为平平难道平常那个是不锈钢吗 还是一个铁吗 因为这个抛光处理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是有什么原因考究 那平常应该是像比较暗的这个部分吗 它的这样子这个怎么样 就是暗的这个部分这一类的一个材质 但是而且这个锡膜器有点歌手 个人不是很喜欢 还是喜欢像那个我找一找 对白乐88G的压的 我还是喜欢用它 它的这个这个我觉得好用 会好用很多 当然这个现场的这个不能拿这个来比较 对吧 嗯 红色的笔我不知道是我是不是买红色 这个真的忘了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有时候就真的是水随便一点 因为一表满满那就直接刷下去就算了啊 就是不是那么考究啊 再下来其他该讲也应该没什么可以讲了 因为细节的话其实是有限这支笔的话 嗯 还是一样嘛 我们先上一下墨看看一个整体效果怎么样吧 上墨好 哪一个 这个唯独好处就是说如果这种的话 如果你不洗笔 我觉得这种锡膜器也好用 但是我 不是只有一支笔吗 所以说 呃经常要洗笔 就有时候换换别的笔来用 那这种就不像这种锡膜器 对我个人来讲就不是很合适了 那所以说有时候我讲的东西就是说也要根据你们要根据一下那个你们使用实际的使用情况 比如说你是赚那个财务的 那哪一支这个笔来路障 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但是或者爬鸽子 当你说哪一签名 那这支就不是很合适 因为那个弹次感真的不是很够 不是说他这个笔不好吧 好 也是一样进入我们的一个书写阶段啊 好 当然书写完以后这支笔一啊 书写感受非常好 呃阻力感非常足 呃触摸等等非常精准 能看到就是说出息完全没有变化 那算是非常表现非常稳定的一支笔 那写起来那个 莎莎的声音就是说 呃反馈感非常的好 但是变化不会很大 但是那个一写起来 就写下来就实实在在 我就是一支笔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呃触摸来讲不会说触摸非常大 就是你看到我写上去的时候没有那种任何的反光 那算是这支笔的话 总体来讲非常完全就是日用 日用定位的日比了跟别的没有关系 嗯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兼容英雄或者别的一个 就笔大概这样子我先放一遍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兼容那个英雄他别的一个配件 如果能兼容他别的配件 其实这支笔还是挺不错的 616跟616来讲 或者跟他这个完全就是个人喜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些这一这一区的笔吗 或者这一群笔的话都挺不错的 就是说没有说特别说不好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个人的一个好感度还是比较高的 对这个这这一对系列的笔 那现场的话 反正虽然有些人说好有些人说不好 但是我个人觉得能用那就ok了吗 剩下的就怎么样适应 如果真不行那就再换一只嘛对吧 因为真的不合适嘛 那大概就这样子 好那就总体评测就到这里 有什么的麻烦指教我一下 国产品真的不懂啊好 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